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做麻雀是當年我父親 六十年代他一開始開 福英龍麻雀莊 在九龍城 最初開是住家式的 住家和工場一起 當時有五六個工人 我們做德國料多 人手做的 材料一條條割 割完就折一隻 一位師傅 打磨 手工挑 我們上顏色是女士上 抹乾淨就完成一副牌 不同的家人去做不同的工作崗位 這是我最深刻的 我記得我媽媽上顏色 我三心也上顏色 我叔叔是磨牌的工具 因為我們以前的原材料 就是在德國輸入回來 其實就要再打磨 我記得我三叔經常在磨牌 我爸爸就挑牌 有時會收拾麻雀 我爺爺都會教我用算盤去計算 教我寫中國數目字 然後去開單 我會看到這些過程 那時候很旺 打磨牌是很流行的 七十幾八十年代就做不出了 不夠地方 就搬去九龍灣 那時候是新開發的九龍灣 我們差不多去那裡已經是開磨牌 八十年代尾 我們那時候就要加機器 我們每天最少蓋二十戶 一個星期就送兩次貨 一路都是很旺 去到九十年代尾 大陸那些牌就供下來了 而且香港的經濟 那些工廠全部都搬上大陸做事 我們那時候開始一路衰退 2009年代就結業了 因為已經做不住了 感覺小時候都是一些 伯父、伯父去打麻雀 所以在那個行業很輕盛的時候 其實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鋼是一個工廠生產 但是後來就 2009年 真的支持不了那個行業 那就結業了 我自己覺得很可惜 我整個人都在那裡做事 一直都在想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突然有一段日子 就覺得不如有趣些畫畫回來 畫一些家人以前是怎樣的樣子 那個製造的過程是怎樣的 因為其實廠收拾的時候 什麼相片都沒有 不會留下來的 機器都賣光了 那我會覺得 為什麼一間曾經是香港 做了很多年歷史的製造廠 但是沒有一些留下來的東西 可以給香港人回憶呢 而香港也很少有這類型廠 但是其實很多人會打麻將 所以我就畫回這個故事 希望去用一個插畫的 由一個插畫的角度 去帶回這個故事給香港人 所以漸漸地就多了很多創作出來 這支插畫的對象 青少年已經很喜歡畫畫 畫得很棒 他叫我出來,我都不知道行不行 因為我很久沒用手工去挑 最初試過東南西北,從四方城獎獎 他出了很多新作品 開了一個展覽在原創方 叫我去做示範,我問有沒有人來看 我很擔心有沒有人來看 誰知道每個星期六、星期日很充滿很多人 尤其是那些外籍人士 很喜歡看我們看示範 你們拍了很多照片 尤其是美國那邊很喜歡我挑選的美國牌 我覺得挺合拍的 坦白說,廠結業後 其實我都和爸爸少了溝通 因為沒有甚麼特別的共同話題 或者我做事很專注 但是自從有了這個創作之後 真的多了很多共同的話題 不只是我和爸爸 而是我整家人 我媽媽、三嬸 多了很多話題 我們怎樣創作 怎樣改良這些顏色 有聲有良 沒有甚麼爭吵 我們一向都是很融洽 我每次都會看見 os coordinated 新vate市場 有一個小明星的 哈渠 我會想的 到最後 謝謝 我們